风雨月一堆金石 诗如夏季之彩虹 虽现美妙然无诗 端处谈自佛自行 诸苦如同梦自私 弥显之时臣疲惫 诗故遭遇未远时 诗未幻想佛自行 获得菩提神上升 何况一切深 人外无 故不图报一首国 慷慨不思佛自行 无解此理伤不扯 欲成他离成客乡 无欲散游无喜求 守护尽皆佛自行 欲求妙国之佛自 一切损害如宝藏 不愿意宝藏 不愿意宝藏 修持安忍佛自行 为臣子里小城市 尽如湖灭染透火 老义终生功德愿 去读祝静静靖下 去读清静佛自行 当之之观双云里 以此摧毁主烦恼 正式超越四五色 修习参定佛自信 若无智慧亦无度 不得圆满菩提果 故意方便善人空 修持智慧佛自信 若未观察自错误 依法心相心非法 是故恨是神自禁 断除过患佛自信 疑惑坦塌菩萨国 则将毁坏自功德 故意大乘主师父 不说过是佛自信 唯求礼仰相护正 释怀闻似修事也 故意情有时注重 更出贪知佛自信 恶言慈上他人心 一世菩萨平行骨 莫说他人不约此 独觉粗欲佛自信 烦恼伤心难对之 支持真知真年节 坦等烦恼出生事 立即参除佛自信 宗旨一切为一种 关心处于何状态 相许取足证之年 成伴他利佛自信 如是清修诸善根 为初无边众生苦 解义三轮清静会 回向菩提佛自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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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礼仰修菩萨道 一朝静虚人殿意 足生遮掩而转足 三世其从佛自信 因无悔解无休息 虽无知者所惜此 然意诸多今轮故 此佛自信定无谬 而诸佛自光大喜 如我欲责难测故 相偎不负等主国 主生遮掩其宽数 依此善缘终有情 一生诗数不提醒 等痛不住有几遍 他被护足管自在 他被护足管自在 哇哦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由您一起 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画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名 台湾救狗协会 有灵性的猫 李小姐学服多年 闲下针鱼就会到寺庙里当义工 每个月也会做一些 放生的善举 李师姐 你今天来庙里当义工吗 是啊 今天有时间 所以就到庙里来帮忙 对了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嗯 我想你师姐今天可能会来这里 所以特地来找你的 特地来找我 对呀 我们明天准备到河边 去放生一些鱼虾 我想这样的事 师姐一定会参加的 所以就来问问你 放生这种事情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我明天一大早 就去市场买些鱼虾 然后和你们一起去放生 嗯 那明天我等你 李师姐 每次放生的时候 救你放生的动物最多 如果我们不去救这些动物的话 它们可是会被杀死的 所以 有机会 我就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去救它们 哎呀 那只小花猫好像受伤了 我们过去看看 小花猫 不要怕 让我看看你受伤的地方 好吗 它的后腿好像是断掉了 要赶快帮它治疗才行 嗯 我们快送它去动物医院吧 就这样 李小姐将这只受伤的小花猫 带回家照料 并给它取名叫做小可 小可 你可要多吃一点哦 医生说了 你现在需要补充营养 也要多休息才能尽快康复哦 妈妈妈妈 小可怎么样了 兽医说了 小可的伤不是很严重 只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就会好起来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可 你可要赶快好起来哦 等你好了 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 半个月后 小花猫的伤痊愈了 而她也留在了李小姐家里 每次李小姐外出 小可都会送她出门 当李小姐回来时 小可则会在门口迎接 而李小姐的儿子 更是和小可成为了好朋友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啊 小可 你也担心吗 我想妈妈一定是有事情要做 做完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妈妈吗 不是妈妈 嘿嘿 太好了 那个小孩竟然自己一个人 把他卖掉就可以赚一大笔钱了 啊 你要干什么 妈妈快来啊 你再叫我就把你掐死了 可恶的猫 妈妈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偷冒小孩啊 快抓住他 可恶 今天竟然被一只猫坏了好事 快追 别让他跑了 在邻居的帮助下 人口贩子被逮捕了 经过审讯 才知道他经常在各地 偷拐那些无人看管的小孩 去贩卖 而且屡屡得手 没想到今天竟然因为一只猫 而落网了 小可 真的很感谢你 今天如果不是你的帮忙 我就永远再也见不到小凯了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李小姐一家人 对小可更是格外的疼爱 可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 小可却失踪了 小可 小可 你跑哪里去了 小可 天黑了 该回家吃饭了 怎么了 你们家的小可不见了吗 是啊 以往这个时间 他都会在家门口等我回来 可是今天却没有看到他 会不会是跑出去玩了 猫咪好像都是在晚上活动 不对 我们家小可 不会跑出去那么久也不回家的 对了 今天早上我看到 对面烤羊肉串的老王 拎着一个大袋子 在我们这里徘徊 小可会不会是被他抓走了呀 啊 烤羊肉串的老王 他抓小可做什么 你不知道啊 现在那些烤肉串的 都宣称自己用的是羊肉 其实为了赚钱 他们都会抓一些流浪猫 然后用他们的肉 来冒充羊肉 啊 怎么会这样 我也只是猜测了 再说我们又没证据 就算去问他 我想他也不会承认吧 从此 小可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半个月后 烤羊肉串的老王 来到李小姐家求救 李小姐 救救我 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救救你 是啊 李小姐 大家都说你是学佛的大善人 你一定有办法可以救我的 可是我该怎么救你呢 而你又遇到了什么事情啊 啊 你的脸怎么会这样 李小姐 我知道 这是报应降临在我身上了 李小姐 求你帮帮我吧 难道 难道我们家的小可 真的是你抓走的 是的 那天 我在这附近抓了几只猫 杀掉后 冒充羊肉烤来卖 小可涌动人贩子的事 我有听说啊 我杀掉这么重情义 有灵性的猫 实在是极大的罪 我想来向你认错 可是又提不起勇气 没想到 才几天 我的脸竟然变成这样了 现在我没戴着口罩 都不敢出门啊 自作孽 终遭暴啊 李小姐 您是善人 请您 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啊 老王 我想你现在 只有诚心忏悔 多行善事 才能弥补你犯下的过错 好的 我发愿 我老王从今以后 一定改邪归正 永远不再杀生 老王按照李小姐的教导 不再杀生 并将自己所害生灵的骨骸 全数收集火化 并放置于陶子中 入土于寺庙后山 李小姐 真是太感谢您了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以后 脸已经慢慢开始好转了 老王 以后你要多做一些放生 互生的善举 我想过不了多久 你的脸就会恢复正常了 嗯 天地间所有的生物 都是有灵性的 而杀生的人 则触犯了上天 有好生之德的慈悲 到头来 必定自食恶果啊